好久不见的梁朝伟近日终于又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聊了聊他和电影之间的故事 由梁朝伟主演的电影《上汽与时环传奇》 日前在北美上映 在片中梁朝伟饰演文武一绝 是个大反派 他很想爱那些子女 但是他不懂怎么爱 他根本是因为他都不懂 他连爱自己都不懂 我今次就多点在这方面去表达这个角色 而不是在邪恶反派 梁朝伟的每一个角色都堪称经典 即便领衔的影片无数 但如今想起来 每一部对他来说都是历历在目 初初他找我拍的时候他已经拍着了 他拍到一半 突然间有一天打给我 他说你有没有来拍 我刚刚那时候又出唱片 我说我只有两个礼拜 他说两个礼拜都可以 到了《纳首神探》 梁朝伟与周润巴大盗演的是刀枪不入的阿浪 当时惊险的拍摄过程 梁朝伟至今既已犹新 我记得有一场游戏 我和法哥是要由一层 然后一路搭 就是打完很多枪战 然后再坐升级上第二层再出来 他只是设计这些设计一天 我们要做好演唱片 因为一个剧场 然后我转回来 我们原本要一直向前踪 我看到法国滑到地下 因为血液滑在地下 但是说了人不能停 后来我也被玻璃打了眼睛 所以其实拍的那些戏是 你看看好像很有型 观光看很有型 但是其实我们很惊心动拍 而说起自己中意的角色类型 梁朝伟的回答 或许会有些出乎你的意料 魏小宝 我上刀山下火海 也要娶你做老婆 其实我自己一集都很喜欢拍喜剧 电视台第一部长迷的戏 也是录录录录录录 除了录录录之外 梁朝伟和张曼玉 刘青云 刘嘉玲主演的电视剧 星扎师兄 同样不乏幽默搞笑的戏份 如果不是梁朝伟自己提起 大家或许很难回忆起 如今靠电影拿下演技奖的梁朝伟 刚出道的时候 可是一位喜剧卡 喜剧的时候很开心 大家也很好玩 每天不像拍一拍戏 就是好像大家来玩 当然要说梁朝伟最搞笑 也最经典的荧幕造型 1993年的电影 射雕英雄传之东城西旧 肯定榜上有名 由于勿吞五毒伞 把自己的嘴巴变成香肠嘴 成就了一次绝无仅有的欧阳风 刚才好像个烧饼一样 现在 现在的 现在好像两条飞香肠挂在脸上 有数不清的经典角色 有各种重磅奖项加深 演员梁朝伟无疑是成功的 但对于他自己来说 最精彩的作品永远是下一步 记者陈湘云编辑报道